2022年1月29日,斯诺克德国大师赛传来好消息,中国选手在创新高,淘汰世界前二,赵新童,严炳涛再度打进排名赛四强,距离会失决赛只差一场胜利,赵新童状态火热,横扫特鲁姆普,严炳涛展现大心脏,两次都是对手先拿到赛点,他顶住压力,完成逆转,战胜塞尔比。 目前中国选手竞争力最强的就是赵新童和严炳涛,赵新童在去年拿到英锦赛冠军,世界排名第九位,严炳涛在去年获得大师赛冠军,世界排名第十五位,两人都是后起之秀,创造斯诺克的新历史,尽管距离丁俊辉的成就还有距离,但是他们未来可期,都在职业赛场拿到成绩。 就在今年的冠军联赛,赵新童和严炳涛发挥稳定,携手晋级胜者组,来到德国大师赛,两人又在创佳绩,这对双子星具备,战胜任何对手的实力,严炳涛2比4,落后连赢三局,5比4,逆转世界第一赛而比,赵新童速战速决,轰出5比1,横扫世界第二特鲁姆普,被看好会师,争夺最终的冠军。 这是两人职业生涯,首次打进德国大师赛四强,赵新童还在首轮淘汰马克,威廉姆斯,严炳涛更是挽救,赛点落后逆转瑞恩,待,上一次有两位中国选手打进四强,还是两年前的英锦赛,当时周月龙输给罗伯逊,鲁宁布迪特鲁姆普,最终无缘晋级,但是这次特鲁姆普被赵新童淘汰。 半决赛赵新童对阵里奇,莫顿,后者状态不错,连赢三位名将重返四强,两人职业生涯只有一次交手,当时赵新童四比三险胜,严炳涛的对手马克,艾伦更强,双方四次交手,严炳涛仅赢过一场,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中国选手想要夺得冠军,马克,艾伦成为最大难关,考验严炳涛。 中国选手有过三次会失决赛的经历,都是丁俊辉夺冠,分别是上海大师赛,十至六肖国动,大师赛,十至四富嘉俊,国际锦标赛,十至九富嘉俊,接下来就看赵新童和严炳涛能否更进一步,创造新的历史,不管结果如何,两位年轻选手的表现都值得称赞,赵新童的胜算相对要大很多。 今晚21点进行赵新童和李奇,莫顿的比赛,明天凌晨3点,严炳涛再战马克,艾伦,世界台联采用11局6胜制,希望两位中国选手全力以赴,争取再创佳季,会失决赛,上演得比战,加油!